很多民众都说全部宣伟了 2月20日 老刘坐了一个半小时的车 来到了攀虞的大港镇 干啥呀 看望一个叫阿梅的女儿 阿梅今年才22岁 就在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 她被诊断出了白血病 必须马上进行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治疗 否则最多只剩两个月生命 最近家里人多慌的努力 还缺少30万元的治疗本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老刘来了 我就觉得父母养我这么大了 然后我现在自己又这样子 我觉得你自己要放开心态 真的 因为你本身那个癌细胞 和你那个体力的进场细胞在打仗 你首先第一个要放开心态 你也这么大了 不要给父母太大的压力 你自己要开心 一定要开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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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